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看看一些大爆料 我在巴哈看到 有一個報告說 Reddit的論壇爆了很多資料 其實都是遊戲的代碼 這位報告主說 挺慘的 純粹都發出一些東西 大家又說我什麼話我什麼 這樣說 戴上頭盔 這些始終是小道消息 並非官方公佈 我覺得有些兄弟 故意丟一些資訊給我們看看 我覺得也好 相信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不相信的話就有它 12月有雷浪龍 這個基本上已經很確定 接著還有什麼新玩呢 我們看看報告 報告說在Reddit提到 遊戲代碼提到 有關於火山和雪山 其實有雪山 即是雪地和火山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這遊戲《Monk Hunt》是一定有的 而《Monk Hunt World》的模組 一定能做出來 因為那些魔物真的需要這些地形才能推出 另外有這個生態區證明 這些是證據 什麼生態區呢 有兩個新採集點 包括襲擊點和釣魚點 襲擊點應該是打一些小生物 釣魚點真的是釣魚 我記得釣魚是雪地才有的 他們懷疑釣魚點是雪地的 這兩個採集點 另外計劃加入更多的怪物 是很合理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接著是新武器是雙劍 雙劍好像沒有很多消息 因為武器模組出現只有槍盾 即是槍 接著是長槍盾牌 接著是充能斧 槍盾應該是充槍 那把槍可以打彈藥出來爆炸 盾牌這裡大家可以看到圖 充能斧是中間的位置 你看到有把劍插在盾上 暫時只有這些 未見到雙劍的模組 不知道是否真的有雙劍 另外武器方面暫時是這麼多 這些爆料就是這樣 接著 解釋到有可能會出的魔物會有什麼呢 瘡火龍、銀火龍、鷹火龍 瘡火龍未出的鷹火龍已經出現了 銀火龍也有 因為有銀火龍的裝備 可以看到 另外暫時未見到的 就是瘡火、銀火、鷹火龍、鷹火龍 有雷浪龍、猛牛龍、冰牙龍、骨鎚龍 然後是龍鷹龍 應該是魚 然後是水妖鳥、冰柴狼 這些就是小魔物 冬翼龍 然後是鷹鳥、冰赤龍、冰燈龍 這些不是遊戲檔案被發現 但是有音源的資源參考 又或者它的規格已經存在在遊戲當中 所以他們找到這些資訊 跟大家看看 不... 它還說遊戲會有其他東西 不過這個就... 不要看了 還沒看 看看即將登場的魔物的弱點是什麼 冰角龍是藥火和龍 金獅子是藥冰 冰牙龍是藥火的 如果大家有火的話 準備可以打冰牙龍 不過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發 骨鎚龍是藥冰、龍、麻熟 大致上是這樣 其實也有附加這個reddit的網站 不過我自己沒有去看 我看過好像沒有那麼多 即是它很零碎的消息 沒有整合得那麼好 沒有這位鋪主整合得那麼好 另外它有另一個鋪 就是被人說 被人說是騙子的那些 我覺得很慘的 其實放一些資訊出來 我當它... 怎麼說呢 真的好心地放出來 別人整合了一些ready的網站 這樣... 是吧 讓大家看 我都說了 相信你就繼續看吧 不相信就有它 是不是這樣說 罵人就沒必要了 看到有倉火的武器 然後原料的頭具 然後銀火的頭盔 倉火的一些貼圖 然後藥水和波波 應該可以震乳好友 有這些圖片 另外... 食品 即是豬 這些豬 插進我們的武器 是會更厲害的 然後不知道什麼作用的 一些硬 大致上就是這樣 讓大家看看吧 如果豬位的話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豬 這些豬可以幫助我們加會心 攻擊 或者是一些耐火 又或者是提升我們的體力 總之我們有的技能 都可以透過插豬位插上去 如果大家還沒玩過 《Mon Hunt》系列 你未必知道 但是現在... 我當大家都是一個新手 如果有豬位的話 我們組裝不用太煩 不過我們打豬 也是打到頭痛 因為有些豬是很難打出來的 以N舍的規劃 我想豬位可能比龍玉碎片還難刷 又或者每個豬要用10個龍玉碎片合理 現在我們的裝備還要未有豬位 即是我們可能要製造一套全新的裝備 大致上是這樣 想起都覺得蠻恐怖的 不過如果這遊戲可以這樣持續玩下去 又新增一些東西 我們會覺得好玩一點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另外骨取龍是怎樣的呢 透過我以往玩《Mon Hunt World》的經驗來說 它很有趣的 把整身骨敲我一般會把血黑封餍壓下來 電過一 Warsso 另外它也會停旋 向前往 然後離場 其實是很難 öffentlich的 我不知道要在《PMHN》 即是伊亘現場畫的話 它的輸出會 pontos會會 當然希望別太誇張 要不然這可能打 是否這樣說啦 接著 feeding事情 元鳥方面 大家可以理解它是騷鳥的尺寸 但它的功能不是玩石 就是拍照 前方扇形 一下子閃光就會暈倒 再被它攻擊的話 應該是很痛的 所以這隻又是會令我們藥水大減的魔物 這隻就是元鳥 接著是冰牙龍 冰牙龍是會飛的 行動非常順潔 又會噴龍捲風 又會一夜的火車 接著還有很多很難避的招式 這個要出雪山的時候 我們應該才會看到冰牙龍 我很期待 冰牙龍的裝型很帥 另外 冰燈龍是怎樣的呢 哇 大家可以看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打它的手 跟我們人的尺寸差不多 另外它的招式亦是非常大範圍 又有火車 看到嗎 走一走 一下子載過來 沒了一半血 不過又是 不知道《Mon Hunt Now》會如何推出 如果太大條 應該也頗糟糕 接著最後 冰燈龍之後的成年版 就是冰赤龍 冰燈龍是幼年期 冰赤龍又是更難打 看到一下子爆起 是紅色 又是 尺寸是很大 亦不是容易打 給大家看完這些資訊 希望大家有初步了解 當然 它盡快推出一些新玩法 或者新的龍 我們更期待 11月好像不太特別 現在放大忌 看到整個範圍燒著 我們要找石頭藏起來 是頗有趣的 如果《Mon Hunt Now》也能推出 我想也頗好玩 11月方面 我都不太期待 看完這些活動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如何 看完這段影片 大家期待新增什麼道具 或者新增什麼龍 你會比較期待 又可以留言 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希望這段影片 令大家更有玩下去的動力 但純粹少到消息 戴上頭盔 不肯定 所有消息都不肯定 但起碼可以有指引 即是我們看看將來有什麼龍出 影片到此為止 下段影片有更多消息 再跟大家報導一下 我們下段影片見 拜拜 拜拜 兄弟們們 看來這段影片已經結束 如果想支持我 也可以按下加入會員 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朋友 讓他們不要錯過遊戲資訊